保护园区内接连发生了一百多起害人的路命案 被工作人员找到的每一条遇害路都已经面目全非 被吃得仅剩一点皮毛和骨头 但是周围却丝毫没有野兽出没的痕迹 也不像是人类所为 工作人员不得不求助动物专家 合力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找到真雄 但是在看见凶手的时候 专家却说不能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为何会说没办法对付他呢 又是一年寒冬 但带给河北联合上游国家及自然保护区 寒冷的不是冬季 而是最近猖狂的连环杀戮凶手 2009年1月开始 工作人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最近见到的梅花路好像变少了 一开始只是部分人在议论这件事 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是梅花路贪玩 或者是族群分化迁徙 但时间长了 所有人都察觉到不对劲 这时的保护区正处于冬季 正是食物匮乏的阶段 梅花路根本不会在这时离开食物冲突的保护区 而且原厂周围都拉起了铁丝拦网 梅花路根本跑不出去 工作人员开始组织人员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些梅花路 但工作人员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梅花路的踪迹 最后在坚持不懈地寻找下 终于有工作人员带来了两个消息 好消息找到了 坏消息找到的梅一个活的 在一处较为隐蔽的山脚下 每一只梅花路都被啃食得干干净净净 就连骨头和皮毛都没逃过凶手的残害 到底是怎么样的凶兽才能这么凶残 这诡异的场面让工作人员很费解 不仅仅是因为梅花路惨死的场景 更是因为现场非常整洁 完全没有动物行动的踪迹 难道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吗 但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如果真的是猎人溜进来对鹿群捕杀 那他们为何不直接将梅花路带走 就地解剖被发现的概率不是更大了吗 并且工作人员载载细地 将园区的铁网检查了一遍 发现铁丝拦网并没有遭到破坏 猎人捕杀的概率较小 那么不是猎人捕杀 难道是猛兽 梅花路作为一种体型较小的食草动物 确实是许多食肉动物眼里移动的美食 并且也能够和梅花路惨死的遗孩的特征相符合 随后整个保护区的饲养员和动物专家 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实地调查研究勘查 但是林场周围并不存在老虎狮子等大型 食肉动物的脚印或者生活痕迹 梅花路之死这一案件变得更加枯朔迷离 难不成动物界还存在完美犯罪 但是相关人员依然没有放弃思考 最后一致决定 不能困在保护区的死局当中 说不定附近的村庄会有意外的目击证人 经过漫长的走访调查 最后听说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消息 最近附近一个小学操场上 掉下来奇怪的大鸟 这只鸟不仅长得奇怪 而且性格异常凶猛 当时为了避免孩子受伤 副校长用了好几层衣服 还要把他抓住 没想到手臂上竟然一下就被抓上见血了 言传这只怪鸟体长一米左右 尖沼子弯钩绘 头颈毛发稀少 专家一听就震惊了 这不是突就吗 果然等众人来到小学中之后 就看到了一只突就站在高处 铁丝网没被破坏 现场没有脚印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凶手是飞进保护区的 并且这所小学 离保护区的直线距离只有五公里左右 对于突就来说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这时候就有人疑惑 突就不是食府动物吗 那凶手应该另有其人 突就只是负责清理 直到一工作人员亲眼看到 突就从天空俯冲而下 将梅花鹿捕杀 并且大口吞食 梅花鹿惨死的案件 才终于得到告破 虽然突就平时就是负责打扫残羹剩饭 但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自己也会捕食猎物 但虽然抓到了凶手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又让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突就和梅花鹿同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同样也是老底座穿兽 所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捕杀的 在讨论了烟花爆竹 猎枪响炮的危险性之后 保护区工作人员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来对付突就 每天都会派出一定树木的人不断巡逻 一旦看到有不轨之就出现 就会拿出碗条盆螺等工具 不断敲击以此来无伤驱赶盘旋的突就 几次过后 突就的数量显著减少 又过了一段时间 在保护区已然看不到突就的影子了 梅花鹿惨死案件也算圆满解决了 又是一年春季 保护区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景色 突就不再到访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鹿群又恢复了往日悠闲自在的生活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